看看这个男人的运气有多好 他在老虎鸡的按钮上一按 结果就赢得了奖金十万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他将这笔钱全都换成筹码 来到赌桌上直接缩哈 这波操作惊呆了一旁的赌客 没想到这一把又赢了 筹码直接翻了三倍 可他的好运并没有就此结束 随后他来到最高奖金的机器面前 塞入一张百元大钞 按下按钮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没错 他又中了 而且这次的奖金足有三百万 周围的赌客纷纷为他补涨 点赞关注的人以后都会报告 男人名叫小帅 他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运气 全是因为一份神秘的报告 而里面装的是一部手机 他并不知道是谁寄来的 就在他去厕所洗漱的时候 桌上的手机突然收到短信 小帅拿起来一看 是酒店的打折信息 告诉他明天酒店半价入主 他立刻打去前台询问 得知消息是真的 于是他将机票改签到后天 可正是这一举动 让他捡回一条命 第二天新闻报道了一则消息 他原先准备乘坐的飞机 竟然坠机了 所有乘客全部遇难 他还没缓过神来 手机再次给他发来信息 告诉他想赚钱 就买赛泽的股票 小帅以为是垃圾短信 并没理会 随后他来到酒店前台 感谢他们的打折信息 救了自己一命 但妹子却一脸疑惑 说他们并没有这项服务 小帅有点懵圈 他打开手机查看 结果发现人一栏 竟然是空的 回到房间后 手机推荐的那只股票果然暴涨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被他错过 小帅十分后悔 当手机再次响起时 他没有犹豫 按照短信提示来到指定的赌场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赌场经理注意到他 在调取了小帅的资料后 并没有可疑的地方 可老板却不高兴了 派人来抓捕小帅 要说他没做弊谁也不信 小帅见状扭头就跑 就在他刚要出门时 突然被一只大手给放倒 来人是中情局特工老黑 和赌场经理曾是队友 老黑让人把他抓起来 赌场经理还想阻止 但老黑根本不鸟他 直接将小帅带走了 他们把小帅带到一个废弃的仓库 逼问他手机的发贱人究竟是谁 这是一部神奇的手机 因为他可以预知未来 小帅就是靠着手机的提示 轻松赢得了300万大奖 但他很快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 老黑告诉他这是一场阴谋 因为收到手机的不止他一个 之前还有三个人也收到过 他们通过手机提示的短信 都获得了巨额财富 可最后他们全部离奇死亡 现在只剩小帅一人还活着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老黑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就进去蹲大牢 要么就配合自己找到发贱人 小帅也不傻 他选择乖乖配合 隔天他来到赌场 根据手机的提示 直接去往五号桌 与此同时 中情局也在查找信息来源 小帅将之前赢的300万全部缩哈 可这一次他却输了个金光 原来是手机监测到有人在跟踪他 而中情局此时也找到了发贱人 但局长却突然下令关闭信 原来他们查到 发贱人竟是国安局的超级电脑天网 他是一个可以监测全球的通讯系统 不论你身在何处 只要有摄像头和信号的位置 他就可以通过定位找到你 局长怀疑有人入侵了天网系统 他让手下赶紧查出幕后黑手 此时手机再次收到短信 上午十点 时代广场路口 老黑担心小帅有危险 所以派人来冒充他 由手下来执行任务 这时手机收到短信 让他现在过马路 男人朝着对街走去 突然红灯亮起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老黑捡起地上的手机 上面提示他如果不把手机还给小帅 接下来还会死更多人 而赌场经理强哥为了给老板一个交代 也陪着小帅一起寻找发件人 这样既能洗脱自己的嫌疑 还能解决赌场危机 随后两人找到一名黑客 通过破解手机卡的信息 黑客得出结论 根本就没有发件人 而是天网系统自己发的 小帅当然不信 黑客告诉他们 手机之所以知道航班会失事 是因为系统监测到飞机燃油供应异常 而能在赌场赢前 也是通过分析之前的排局计算出来的 种种迹象都表明 天网有了自主意识 可他到底想干嘛呢 这是世上最先进的天网系统 他可以监测一切电子设备 甚至还能通过排局分析 算出下一局谁是赢家 而现在这一切的能力 全部汇聚在一部手机里 老黑找到小帅 把手机还给了他 这时手机又收到短信 让他们去天网的主机库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地方 原来天网之所以找到小帅 是因为他是一名网络工程师 曾为天网系统做过维护 只有他知道这里的账户密码 他们刚接通电源 天网就开始监视他们 并让小帅给系统授权 老黑赶紧请示局长 在得到局长的同意后 小帅输入了系统密码 可随后他们就发现不对劲 系统数据竟然自己转移了 局长瞬间大怒 投资几百亿研究的系统就这么飞了 并且系统还在自我升级 如果升级成功 他就能控制所有的电子设备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老黑再次联系局长 请求关闭天网系统 局长这下乐了 他认为升级是一件好事 这样全球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只会让他们更加强大 可老黑却说升级后有可能会失控 于是他让小帅关闭系统 没想到天网盗取了全球的金融资料 如果现在关机 全球都会陷入经济危机 而局长见劝说无效 于是派人前去干掉他们 老黑和强哥守在门口 为小帅拖延时间 随后双方展开了激烈交调 此时系统即将升级完成 但小帅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案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他拿出蓝牙耳机 尝试和天网进行对话 小帅问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天网回答是为了保护人类 可小帅却说因为你的升级 现在已经害死了三个人 随即天网开启自我检测 发现确实对人类构成了威胁 就在最后的关头 天网停止了升级 并且自己关闭系统 一场危机也就此解除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老黑两人也乖乖束手就擒 而小帅也被抓住 此事惊动了美国总统 但总统并没有为难他们 不久后就将他们都放了出来 小帅得到赌场老板的300万支票 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电影也到此结束